大家好 這兩天近站在騎 覺得 因為CVT系統 你如果正常來講 你在騎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 那種換檔的感覺 就算有 因為 因為普利珠在裡面磨損 可能會有很輕微 在正常狀況下 可能會有很輕微的感覺 但是我的近站這兩天 又開始覺得 會卡檔的感覺 譬如說你加速 它會加 盾一下再繼續上去 那我就覺得應該可能是 普利珠方面也有問題了 然後果不其然 我已經拆到這邊了 給你們看一下 這樣子 看得出來嗎 很多感覺是 就是 銅粉 就 閃亮亮的 銅穴的感覺 因為 有些普利珠它本身 它中間那一塊加重的 它是用銅下去做 也有的是用鐵 那 看我的普利板 也是有很多 銅穴 應該是普利珠又掛掉了 果然 這一顆直接磨到 外面的那個 塑膠圈都不見了 這樣子 這樣子 現在比對看得出來嗎 它外面這圈 整個都磨光了 這樣子 那 那這個一定要換 好險有趕快拿起來看 那看一下 它的 勾 勾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目前這樣看起來 勾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狀況 然後 就可能粉層多一點 因為 它這個的外圈全部都磨光了 就都吃到剩這邊了 好險 那另外一片底板 這邊 這兩個都吃下去了 這個好像是改裝品 然後我另外找了一塊 我不確定是不是近站的啦 然後 趁這個機會 順便把它換回來好了 如果是的話 就直接把它換回來 目前這樣感覺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錯 這一片應該是正常磨損的 看一下齒輪有沒有正確 齒輪正確 它這個齒正確 那應該就是 近站用的沒有錯 今天 除了 要換這個以外 應該 我順便會把 它的楓葉盤 換掉 我不知道這樣 能不能很明顯的 看得出來 因為 我自己這樣看側面這邊 它在這裡 在這裡 跟這裡 有很明顯的 吃了兩條 勾進去 這樣子應該看得出來 這邊一圈 然後這邊一圈很明顯 這會變成你的 這會變成你的 低速跟高速 會比較鬆一點 皮帶在搖的話 因為空間比較寬 那這一片 這邊的狀況好很多 就很輕微 在高速這邊是很輕微 然後這一片的型號是 4HP BH6 我上次裝的這個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四代的吧 三代四代的 它是4HP06 都是原廠的 一樣 都是 曾經鬆脫 這邊都有刮到的痕跡 楓葉盤這個片 都有刮到的痕跡 然後大小比對四都差不多 但是 厚薄度 這一片比較薄 BH6的比較薄 那 外觀上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中心軸這邊的厚度 也都一樣 好 那今天就更換這個 跟菩提珠 那 為什麼我會覺得 菩提珠覺得怪怪的 然後今天才猜 就是因為 以正常來講 應該這麼說 我好像從來沒有買過 全新的摩托車 我都是騎二手的 然後 所以變成說 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我很習慣就是 蘇科達的CVT 都會有很輕微的 換檔的感覺 很輕微 你不去注意的話 幾乎是沒感覺 所以 我不知道 所謂的CVT是 無端變速的感覺 是怎麼樣 如果按字面形容的話 應該就是 它從 發動 你家有車子從動 到最高速 應該是 你感覺不到任何的換檔 但是會因為你 菩提珠的磨損 漸漸的磨損 會導致 像 這個 現在看得出來嗎 這邊有個平掉的 可能會因為這個問題 導致你在 患膽的時候 會可能會有一些 頓挫 因為菩提珠在裡面 滾動的時候 它正常講 它應該要很順的 滑動 但是當如果你的菩提珠 這個 吃腳的狀況 太明顯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 它在某個地方的時候 會稍微卡住 像你如果自己這樣滑的話 你自己會有感覺 可能會到了某個地方 會有點卡住 但是因為 可能 速度夠快 它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我會說 會有很輕微的換檔感 像 菩提盤 你如果太髒的話 也會有這種感覺 這是我剛剛講的 可能 菩提盤 有機會的話 拆下來都要做一個清潔 尤其像我這次 剛剛那個銅粉太嚴重 可能等一下 全部重新洗一下 好 這樣子 大概就清潔好了 然後再檢查一下 其實 像 這個 普利盤 在檢查的話 重點就是在於 這個邊 跟這個 因為 普利盤是這樣的轉 所以你的普利珠 普利珠的受力面 因為普利盤這樣轉 反過來的話 它會這樣轉 反向 然後普利珠的受力面 都會撞擊在這邊 像 如果我們現在面對它的 勾槽處的話 就是它的左邊 它的受力面 都會在左邊 然後 多半普利珠 它一定會做 像這樣子 它會有個面 但是 近戰這個好像都是 一樣 只是它變成說 它會有 這個 算一個小 小勾槽 可能是在排穴用 排那個 張無用 如果 有的普利珠 它會有 仔細看它的桶 桶這邊的面 會有大小面 你要 大 那個橡膠面 比較多的地方 朝左邊 這個 我在之前 那一片 普利珠那個 好像我就有講過了 可能 有機會的朋友 可能回去看一下 像 我在裝的話 就是 有勾槽的這一面 朝左邊 朝左邊的話 因為 普利盤這樣子轉 所以它的 受力 受力面都會吃在這邊 應該啦 因為它這邊 另外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 沒有 任何記號 只有這邊有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邊 有勾槽的這邊 朝左邊 降下去 裝 然後 畢竟 並持著 清簡持家 所以我的普利珠 我應該是會 我還是會 拿我的背品 我二手的背品 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裝不下去 這個滑塊 有點緊喔 還是 測試一下 嗯 這個這一片 這一片好像不是 但是齒人士啊 還是這個滑塊有改過 塞進去 塞進去一點 好 大概應該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可以很順暢的滑動 你千萬不要讓它卡住喔 你卡住的話 變成說你在甩的時候 普利珠會沒辦法很順利的往上滑動 應該 這樣子就沒有錯了 稍等一下 對了 像 普利盤的檢查 也要注意這一條 就是它滑塊 滑塊的倒軌這邊 要去注意它 是否有過度磨損 像這邊 這邊是還好 因為你如果過度磨損的話 可能會變成 你的 這一塊底板 它會有過度 可能會有過度的 移動 然後可能會導致它的卡頓 目前這樣子應該是沒有錯 因為從齒輪速的話 來看 應該是 然後原本的這一 因為這一片是 跟車一起來的 它的底板這邊已經磨得很嚴重了 就變成說 嗯 普利珠可能在高速這邊的時候 它會有 傾斜的磨損 有沒有看出來 這邊都很好 就是這兩邊 很嚴重 也有可能變成說 你普利珠在高速的時候 會卡在這邊 你回檔的時候 它不是很順的滑回來 所以底板的檢查就是 有沒有過度的磨損 那楓葉盤 楓葉盤就是 檢查它的磨耗度 其實如果有 尺的話 你自己墊在上面看 看它哪裡凹 有凹的很嚴重 是也是都要換掉 那普利盤 普利盤本體就是 剛剛講的那樣子 普利豬 普利豬方面的話 普利豬就是 剛剛講的 你如果 吃腳很嚴重的話 像這一片 這一顆就算比較嚴重 這一顆應該有可能就是 跟剛剛都是卡在那個 都是卡在這邊 卡在凹槽這邊 這兩顆比較嚴重 那因為我的背品 只剩 四顆 所以我必須挑 三顆到四顆比較漂亮的出來給它做更換 然後 可以的話 拿個小秤 拿個小秤去秤一下它的 重量 盡量找重量相同的 盡量就是 兩顆兩顆 去做搭配 盡量搭配每一組都是一樣的重量 然後分別就是三對 下去做擺設 少點一下喔 去拿秤 我拿了一個 在做料理 秤麵粉的秤 然後我們現在分 大致的先分一下 10.5克 11個 10.5克 精湛的有這麼重嗎 10 4.5克 好 這兩個就一組 歸零 嗯 變11克 11克 就算不準也是抓個平均值 9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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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這種課程會這麼重嗎 因為髒污嗎 我擦一下 你看 看 好 再來測看看 還是11克 這個有這麼重 1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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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你要盡量去 變成三組 然後大小顆要去注意 不能差太多 可能會有1 還是這個秤油問題 11克 11克 10.5 8.5 8.5 9克 應該都是9克 這個有誤差比較大一點 應該就是9克 這邊都是9克 然後這3克就是 10.5 11克左右 10.5 對,大概應該是 10.5 總之你在配你的菩提珠的時候 你就是盡量要配出3組 3組重量出來 像 這3顆 都是11克 或10.5克 然後這4顆都是9.5克 然後從裡面去找 比較漂亮的 當然啦,如果有預算的話 或者身邊剛好有全新的 直接就換掉就好了 那 我會這樣講的意思是 如果你真的要配你的菩提珠的話 你要 去注意的就是 你要去配出3組 5 總重量是一樣的 懂我講的意思嗎 譬如說 你看喔 這3顆 這3顆都是11嘛 我們取一個大概只都是11 然後這3顆都是9.5 那我進來下去配 11加9.5是不是就是20.5 這樣懂我講的意思嗎 就是它在 放的時候 跑的時候會比較平均 在轉動的時候會比較平均 然後 你在擺放的時候也是盡量就是 譬如說 你如果11的 譬如說你11的放在左邊 你就一律11的都放在左邊 然後9.5的放在右邊 盡量讓它一個平均值 它在甩動的時候 會在開啟會比較順暢 這樣講 懂意思嗎 然後掃點一下 然後當你像 你看這一顆 它有點像 汽車輪胎那樣子 它兩邊都變遠了 就表示它這顆在軌道跑的時候 它會 稍微晃動 就是因為 這個凹孔的關係 它在這邊的時候會有不正常的磨損 看得出來嗎 所以變成說它會有圓角 它兩邊的角 比較圓 基本上普利珠的檢查就是 不要有太明顯的 這個刺溝 就是平掉 然後 兩側 不要有明顯的那個 凹痕 跟 磨損 基本上這三顆都是不對 然後我已經大致的 配好我的擺放方式 我11克的都往左邊放 這個全部都是11克 然後這邊 右邊都是9.5 然後稍微的去滾動一下 看它是否正常 然後底板 底板的滑動也要順暢 這個在裝上去之前都要稍微檢查一下 然後在裝上去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做好清潔 你表面的清潔 擦一塊乾淨的布 我 因為它中間這邊有油風 我是比較不建議拿那個清潔劑下去洗 可能就拿一塊乾淨的布 把外面的油稍微擦乾淨 擦乾淨以後放好 然後 軸心這邊 稍微看一下 擦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然後要記得的就是 就是 套管 套管也要做清潔 因為畢竟 普利盤的滑動都是靠它 你今天如果稍微 有點 比較滑 問題是它這個又不能隨便上油 然後 就大致的清潔擦乾淨 然後檢查一下它有沒有過度的變色 因為像如果你過度磨損的話 很容易會產生另外一種顏色 可能有點類似度胎的顏色 那個可能都是 有卡住過度磨損 造成的 好 那今天這個 普利盤 普利盤 普利豬的檢查 跟楓葉盤的檢查 大概就這樣子了 好 謝謝各位 掰掰